早安 歡迎來到阿班媽媽頻道 我是Rita 最近台灣是酪梨的產劑 酪梨富含了豐富的 Omega-3不飽和脂肪酸 是非常好的油脂 那我今天就要利用它 來做 兩種不同口味的酪梨 酪梨吐司當做早餐 所要用到的食材 台灣酪梨很搭一個齁 甜的口味我準備了香蕉搭配優格 那鹹的呢 就是水煮蛋和美乃滋 另外我還準備了木樹芽當秤底 最後撒上一些堅果 記得喔 還要再準備一顆檸檬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吧 首先來煮蛋 接著烤一下堅果 腰果我會把它剝開 放進烤箱大概烤一分鐘 好了 把堅果拿出來 水滾了 把蛋放進去 要煮七分鐘 要煮七分鐘 接著來調優格醬 這裡有三十克的原味優格 我會倒入十CC的果糖 那如果你沒有果糖 那如果你沒有果糖的話 用蜂蜜代替也可以 攪拌一下 時間到了 把蛋撈起來 蛋要泡在冰水裡喔 先放旁邊備用 接著來切香蕉 再來把蛋撈起來 再來剝水煮蛋 好了接著切蛋 把它切成塊狀 好的放在旁邊備用 把刀子洗一下來切檸檬 接著切酪梨 轉一圈 好漂亮的酪梨喔 先把它切對半 直接把皮剝掉就可以了 台灣的酪梨皮很薄 切成一小塊 放到盆子裡 先加入一點檸檬汁 因為酪梨特別容易氧化 所以切好就趕快拌入檸檬汁 攪拌一下 趁現在拌入美乃滋醬 一湯匙就夠了 再來加入一些鹽跟黑胡椒 攪拌一下 好的放在旁邊備用 好了放在旁邊備用 來切另外一半 好的 再取一些檸檬汁 再取一些檸檬進來 好了把優格醬倒進來 攪拌一下 再來就可以烤麵包囉 剩下的酪梨啊 記得再擠一點檸檬汁給他 然後 糊一下 把表面給封住 他就不會氧化了 吐司好了 可以夾出來了 超酥脆的 在上面擺一點木樹芽 放上優格酪梨 酪梨 酪梨很好吃 記得把他放滿一點 再來擺上香蕉喔 再來換鹹口味的 好了接下來放水煮蛋 蛋 蛋上面撒一些黑胡椒 一點點的鹽 把吐司對切 把他交錯的放這樣就很漂亮 最後放上堅果 香蕉搭配杏仁片 鹹的放上腰果 今天早餐 酪梨吐司完成 要吃早餐嗎 來吧 哇這是什麼 吃吃看你想要吃哪一種口味 你要甜的還是鹹的 甜的 甜的是香蕉口味 接好接好 來 妳要甜的還是鹹的 我也要甜的 妳也要甜的喔 好 甜的 那我只好吃鹹的了 來吧 開動 喔 會掉了 雖然它會一直掉啊 可是酪梨搭配水煮蛋 真的很棒 再咬到那個腰果的香味 整個口感層次都出來了 開動 妳嘴巴都是 媽媽 香蕉蛋是牛和酪梨 搭在一起好好吃 呵呵呵 來吧 趕快吃完上學了 怎麼了 妳怎麼都沒有吃呢 看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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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